大家好,欢迎来到Easy Mandarin 运用真实语料,还原生活场景 学习日常生活里的地道表达 我是Mandy 最近,世界杯正如火如荼的进行 林诺和张艺可也聊起了世界杯 艺可问,你最近看世界杯了吗? 林诺说,我看了一点点 没有半夜爬起来看比赛直播 我就看看比分和高光时刻 我记得你很喜欢看球 艺可激动地说 是啊,我是铁杆球迷 那你支持哪支球队? 我没有特别支持的球队 不过,我喜欢很多球员 C罗 梅西 内玛尔 摩迪 姆巴佩 等等等等 他们永不放弃的精神 特别打动我 我听说 2比2 进入加实赛 还没分出胜负 最后进入点球大战 阿根廷 4比3 战胜荷兰 这也太刺激了 球员们都太值得尊敬了 什么时候还有比赛 我要跟你一起看 如火如图 如火如图 奥运会在如火如图的进行 世界杯 世界杯 直播 直播 今晚有世界杯决赛的直播 球迷 球迷 铁杆球迷 铁杆球迷 他是梅西的铁杆球迷 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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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两队的比分是3比1 高光 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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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支持哪支球队 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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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位 他是一位很棒的球员 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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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的比赛是阿根廷对阵荷兰 点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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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进入点球大战 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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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时赛 加时赛 荷兰队追平比分后 比赛进入了加时赛 最近世界杯正如火如荼的进行 林诺和张艺可也聊起了世界杯 艺可问 你最近看世界杯了吗 林诺说 我看了一点点 没有半夜爬起来看比赛直播 我就看看比分和高光时刻 我记得你很喜欢看球 艺可激动的说 是啊 我是铁杆球迷 那你支持哪支球队 嗯 我没有特别支持的球队 不过我喜欢很多球员 C罗 梅西 内马尔 摩迪 姆巴佩 等等等等 他们永不放弃的精神 特别打动我 我听说 昨晚阿根廷对阵荷兰的比赛 特别刺激 是啊 梅西点球命中之后 阿根廷队2比0领先 但是 荷兰队在最后一刻追平了比分 两队2比2进入加时赛 还没分出胜负 最后进入点球大战 阿根廷4比3战胜荷兰 这也太刺激了 球员们都太值得尊敬了 什么时候还有比赛 我要跟你一起看 最近世界杯正如火如荼的进行 林诺和张艺可也聊起了世界杯 艺可问 你最近看世界杯了吗 林诺说 我看了一点点 没有半夜爬起来看比赛直播 我就看看比分和高光时刻 我记得你很喜欢看球 艺可激动地说 是啊 我是铁杆球迷 那你支持哪支球队 嗯 我没有特别支持的球队 不过我喜欢很多球员 西罗 梅西 内马尔 摩迪 姆巴佩 等等等等 他们永不放弃的精神 特别打动我 我听说 昨晚阿根廷对阵荷兰的比赛 特别刺激 是啊 梅西点球命中之后 阿根廷队2比0领先 但是荷兰队在最后一刻追平了比分 两队2比2进入加实赛 还没分出胜负 最后进入点球大战 阿根廷4比3战胜荷兰 这也太刺激了 球员们都太值得尊敬了 什么时候还有比赛 我要跟你一起看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这期节目对你有帮助 不要忘了点个赞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者建议 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 新朋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